各位好 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 凤凰卫视 中文台 资讯台 香港台 欧洲台 美洲台 我是谢亚邦 为您环球报道 请问首先来看重点题 习近平在河南省考察调研 强调要打好三大攻坚战 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 中文两国总理第24次定期会晤 在圣彼得堡闭幕 双方发表了政府联合公报 限于公众安全原因 香港本周三晚的跑马赛事 以及国庆的烟花会演宣布取消 中方对所罗文群岛政府 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并从中国建交的决定 表示高度赞赏 我们支持所罗文群岛 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自主做出这一重要决定 中国外交部表示 高度赞赏所罗门群岛与中国建交 美国没有资格说三道子 持续机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今天的头条新闻要带您聚焦河南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十六到十八号在河南省考察调研 他强调要打好三大攻坚战 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的绚丽篇章 习近平十六号下午 首先来到位于新县的 厄异碗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向革命烈士纪念碑 进行花篮并三鞠躬 在纪念堂内 习近平听取革命烈士事迹介绍 他强调这次考察的第一站 就选择这里 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之际 缅怀革命先烈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 厄异碗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厄异碗苏区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创建的根据地之一 习近平强调 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 新中国史 巩固理想信念 习近平并看望了 当地红军后代 烈士家属代表 习近平表示 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 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习近平又来到新县填补乡 填补大湾考察 这里依托红色旅游资源 发展起20多家创客小店 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 习近平强调 发展乡村理由 不要搞大拆大建 要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把传统村落改造好 保护好 在一家民宿店 习近平仔细查看服务设施 同店主一家围坐在一起交谈 习近平指出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和绿色生态资源 发展乡村理由 搞活了农村经济 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离开时 习近平跟小学生握手 勉励他们好好学习 全面发展 方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庄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7号先后到河南省 光山县和郑州考察 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制造业企业发展 以及黄河生态保护 那么习近平18号 听取了河南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对河南各项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17号上午 习近平到光山县 司马光邮查园 查看当地产业 脱贫工作成效 习近平表示 要通过公司 加农户的方式 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使公司和农民 彼此受益 习近平又同村民们 情节交谈 询问生活情况 村民回答说 现在脱贫了 习近平连声说好 之后习近平到 光山县文书乡 东岳村考察当地 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村民代表汇报了 近年乡亲脱贫致富的情况 习近平强调 要自力更生 自强不息 扶贫既要扶质 又要扶质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志气 脱贫后生活 还要不断 芝麻开花 节节高 当天下午 习近平到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考察调研 习近平指出 中国必须搞实体经济 制造业是重要基础 要靠创新驱动 来实现转型升级 在产业链上 不断由中低端 迈向中高端 扎扎实实实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习近平当天 还前往了黄河博物馆 黄河国家地质公园 就黄河流域治理 和生态保护等进行调研 习近平18号 听取河南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后强调 当前中国发展形势是好的 但国际形势仍然错综复杂 习近平指出 要埋头苦干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立足省情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强调 要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牢牢抓住粮食 这个核心竞争力 要切实保障和改善名声 习近平还说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习近平指出 厄域晚苏区根据地 是党的重要建党基地 要把革命先烈 为之奋斗 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 奋力推向前进 习近平在郑州 接见驻河南部队 副市值以上领导干部 和团级单位主观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驻河南部队全体官兵 致以问候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福王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把焦点转到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邀请全港400多名区议员 出席 星期三晚上 在政府总部举行的对话会 有准备出席 对话会的区议员表示 会坦诚表达意见 也鼓励特首以及问责官员 多到社区对话 或者今天出席的 我了解到一些区议员 都是本住 有机会的 我们直接向他反映意见 平时是立法会 在政策的问题 今次是真的会讲 市民的诉求 市民的心声 而我觉得 很希望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特首 不要有那么多的前設 不要有那么多的前設 除了民生的问题之外 就算怎么样去拆局 都真的要聆听 大家提出的积极的意见 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 很重大的争议 最终都要透过对话去解决 可能我们也都见过 有些情况 可能是很起初 大家两边的期望 都是真的大难都扯不住的情况 但是也都是透过很长期的一些对话 去化解一些争议 所以我想 都不能够排除这种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开展对话是必须的 但是我也都知道 是需要时间 我想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认为 傍晚不少区议员陆续到场 参加晚上七点到九点 在政府总部举行的闭门对话会 根据了解 会议上区议员是透过抽签发言 以及提问 出席会议的除了特首 还包括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以及政治以及内地事务局 运输以及防务局等 多个问责官员 香港康文署宣布 鉴于当前的情况 并基于整体公众安全的考虑 原定于今年10月1号晚上 在维多利亚港举行的 国庆烟花会演将会取消 那么这是香港回归以来 第三次因故取消国庆烟花会演 另外香港赛马会宣布 取消星期三晚上 在跑马地马场举行的赛事 香港赛马会发言人表示 取消赛事是因为关注到 附近地区晚上 可能发生不可预计的混乱情况 跑马地马场可能遭受干扰 甚至可能出现暴力场面 马迷 骑士 马会员工及马匹 进出马场时 跑马地及铜锣湾地区的交通安排 存在不确定因素 发言人强调 取消赛事是一个艰难和无奈的决定 但公众安全是马会的首要考虑因素 以现金投注的马迷 可以在60天内到投注站 凭票退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敬达 18号表示 香港受到近月暴力示威冲突的影响 旅游业受较大冲击 并且情况是越区严重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敬达 在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表示 近期社会连续的紧张局势 影响防港旅客 8月防港旅客整体跌幅超过四成 业界表示情况严峻 零售 饮食 旅游业都受到冲击 业界的反映的数字 我们都见到短途市场 现在的情况是比较严峻的 很多的市场都反映 他们可能跌幅是已经 差不多有九成 这个都是以东南亚地区为主 旅发局的数字 我们都见到 其实8月份来港的旅客 都已经跌幅是超过四成 他同时提到 内地旅客方面 9月的旅行团数目大跌九成 自由行数目减少三成 不少本地旅游公司反映 要开始进行节流措施 包括放无薪价等 若情况继续恶化 可能采取更多的节流措施 不断下跌的房港旅客数字 也波及到本地的酒店行业 黄敬达说 不少示威频发区域的酒店价格 已经跌至三位数 他表示希望政府可以向业界做出更多舒缓措施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 香港社会能够尽快恢复秩序 才能让旅客重拾信心 富凰卫视 孟星元 香港报道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 曾玉成说 面对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暴 担心社会冲突会恶化 认为政府有需要改革体制 以及尽快开始处理社会深层次问题 修理风波已经持续超过100天 暴力示威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会发生 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出席 风行卫视香港台节目时表示 相信示威有行在短期内不会停止 希望情况不会越来越严重 不同立场的人现在说 你来得我不来得 你唱这些歌 我又唱那些歌 然后就冲突 如果那些万一真是控制不了 曾玉成说要解决矛盾 各方都需要有共识 都要维护以及实践好一股两制 承认一股两制是香港的唯一出路 另一方面 政府需要对体制做大手术改革 重建市民对政府的信心 例如解决房屋 贫富悬殊以及政改的工作 都可以立即展开 特首出来宣布 你都要给一个希望给人 因为我的屋子都在这里了 在几多年之后 我就会建几多楼 现在 你不要像明日大雨 等我20年 你现在就可以 肯定你可以3年5年之后上多了 可不可以这样呢 他表示这一次的政治危机是香港史上从未遇过 政府不能够什么都不做 要进一步走一步 例如特首落去对话 虽然可能会出现大混乱 但仍然有需要去做 凤和温室 周嘉宏 三港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邀请全港区议员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对话会 那么此外还包括政务司司长运输 以及防务局局长等多名官员出席 先问话题 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宋忠平来点评分析 宋贤你好 我们看到港府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对话已经展开了 所以你认为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 对于香港目前的局势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希望能带来一些好的效果吧 首先一点的话 你看刚才我们放了很多片子 绝大部分都是香港的一些负面新闻 尤其是所谓的旅游业已经彻底萧条 包括你看现在去迪斯尼现在可以说是门口罗雀 之前可真是门口落势 包括你看香港现在的经历人指数也是大大的下降 还有就是香港在外界的评级指数也不断的在下降 这都表明香港的经济现在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那么从港府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两种方法来进行疏解 第一个就是要建立沟通管道 这里面包括和区域员 包括和普通老百姓要不断的去畅谈 不断的去沟通 在沟通的过程中要了解对方究竟在想什么 而且也应该拿出确实可行的办法 比如现在港府已经提出来 要通过收回土地条例 包括还有房屋的空置税来对房屋进行调整 这样的话或许能够疏解贫富差距 包括很多人买不起房的问题 而且从现在来看的话 确实如果靠明日大雨计划 肯定年轻人想住上新房子几乎是不可能 如果通过收回土地条例这种方式的话 可能两三年就能解决房屋的老大难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港府现在希望倾听 并着力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但是另外确实要考虑的就是什么 就是要止暴止乱 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现在从整个香港的局势发展来看的话 这方面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包括在这几天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暴力事件也不断的发生 甚至出现了港铁脱轨的事件 尽管这个事情和暴力事件还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 但是一切都存在可能 这就是实际上把香港的社会秩序就存在巨大的变数 所以香港现在经济不好 主要就在于社会不稳定 另外对于资本也好 对于人才也好 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如果香港这个社会不能够出现平稳的状态的话 可能对香港经济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所以港府在这些方面需要更大努力 加大力度来止暴止乱 加放 好 谢中平 宋先的点评分析 那么去一下广告回来还要继续带您看到 美国官员指准备恢复于朝鲜的乌合化谈判 但是目前会继续对朝鲜实施制裁 平壤宣言一周年之际半岛局势停滞不前 但专家指韩朝领导人之间已有互信 伊朗总统警告沙特必须吸取教训 停止在地区发动战争 而美国若袭击伊朗必定会 继续关注中俄两国总理 第24次定期会晤 17号在圣彼得堡闭幕 两国政府和企业签署20多份合作文件 双方也发表了政府联合公报 那么现在就带您看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们现在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康斯坦兵工 记者的身后呢 这就是中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 第24次会议的记者会的现场 目前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积极开展 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包括中俄天然气管道 这个动线的输气管道 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投入实用 我们还在继续架谈 宽体 客机和重型直升机项目的实施相关的话题 我们还希望在农业方面 尽快取消一些现有的限制 我们也希望加大对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大斗 我们现在正在推进链化一体化的合作 中国的开放政策有了新的进展 去年我们在制造业领域全面开放 我们向德国美国的大企业开放 他们在中国可以独自建立千万灯炼油 百万灯以烯的项目 我们也欢迎俄罗斯 在这个领域到中国领土上和我们合作 不管是控股 独资还是合资 我们都欢迎 当然我们也愿意参与俄罗斯上游领域的合作 我想这会大大增加我们传统领域合作的附加值 可以看到通过这次的两国总理的对话 同时对过去存在的一些合作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对未来进行了规划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 报载中 圣皮德堡 康斯坦丁公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迪威 将于当地时间18号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 他的草拟声明指出 美国准备恢复于朝鲜的无核化谈判 但目前会继续对朝鲜实施制裁 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指 朝鲜或已更换林边河设施的燃料棒 史迪威表示 美国仍致力于实现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去年热月新加坡分会所设定的目标 并准备开始工作层面会谈 讨论如何朝这些目标取得进展 及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 此外 美国会与区内及世界各地的伙伴 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密切协调 维持团结 确保继续实施现有制裁 史迪威强调 消除朝鲜核岛计划对美国及盟友的威胁 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优先事项 国际原子能机构近日发表报告称 朝鲜宁边核电站的5兆瓦反应堆 自去年12月初以来没有发现任何活动迹象 相信朝鲜当局已经有足够时间 更换反应堆的燃料棒 这意味着朝鲜可通过处理燃料棒 取得武器及布并制造核弹 报告确认宁边油浓缩设施有活动迹象 但未能判断核燃料是否被转移至 放射化学实验室进行后处理 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 由于调查员无法进入宁边核设施 只能利用卫星图像等方式进行监测 因此无法准确判断设施的运行情况 另一方面 韩国外交部表示 外交部长官康金河将于20号 访问位于平泽市的乌山空军基地 和驻海美军基地汉服来迎 这将是康金河首次访问汉服来迎 届时 康金河除了会视察基地主要设施 还将会见驻海美军司令爱布拉姆斯 预计康金河会重申海美同盟的重要性 强调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永解和平 韩美双方需开展紧密合作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韩朝领导人去年9月19号 在平壤发布共同宣言 为半岛和平迈出重要一步 那么一年过去了 有韩国专家分析指出 虽然目前韩朝关系 受到美朝对话停滞不前的影响 但是韩朝领导人之间已有互信 这会有助于推动重启 与朝工作会谈 韩朝领导人去年9月19日 在平壤发布共同宣言 当时韩国十分期待 韩朝超越分裂对峙 走向和平共存的新方向 平壤共同宣言包含解除 半岛史记战争危险 具体经济合作构想 人道主义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回访熟尔等 使韩朝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措施 不过一年过去了 目前韩朝关系停滞 美朝无核化写商并无进展 平壤共同宣言也难以推行 由韩国专家分析认为 未突破目前情况 韩朝关系和美朝关系 良心循环非常重要 美朝无核化写商断绝 使韩朝关系失去动力 若美朝工作会谈能够重启 将能推动韩朝对话 专家指出 美朝对话挺直不前的原因在于 双方持有意义 美方重视工作会谈 但朝鲜认为工作会谈 只不过是领导人会谈的辅助 双方对朝制裁 无核化 关系正常化 立场差异也很大 而各自内部争执等因素 也有影响 不过美朝领导人 都有对话意志 由此9月底或10月初 会重启美朝工作会谈 今年内有机会 再次举行美朝峰会 西蔣 韩朝签署919军事领域协议也一周年了 不过今年以来朝鲜多次发射短程导弹 虽然并不违反在韩朝边境地区 禁止挑衅的协议内容 但违反了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协议的基本精神 专家指出军事协议在吴河华协商初期 营造了为协商推进必要的半岛和平气氛 但吴河协商先入僵局 使相关协议旅行收到限制 919平然共同宣言一周年纪念活动 将于19日在首尔举行 据悉韩国政府考虑到目前韩朝关系 没有向朝方提议共同举办纪念活动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下周访问美国 与美国总统透朗普举行会谈 韩国各界高度关注文在寅能否半年 美朝对话促成这嘴色 风宏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近日本8月底将韩国移出贸易 白色清单之后 韩国18号也正式把日本移出贸易 白色清单 日本对此表示遗憾 并称两国近期不会有高层官员的接触 韩国近期连番反击日本的限制贸易措施 包括不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等 双方还围绕旭日期等问题争论不休 而韩方说最新修订旨在对难以进行国际合作的国家 加以另行分类 根据修订案将日本列入新增的贾二类 是原先29个甲类国家中唯一遭到降等的国家 今后韩国企业向日本出口战略货品时 申报和审批流程需要大约15天 远超过现行的5天 企业还必须单向逐一申请审批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当天记者会上指出 韩国做出这一政策修订的决定 并未给出充分的解释 令人极其遗憾 日本外相茂木敏冲说 日韩战时无计划举行领导人峰会或外长会议 包括在稍后的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 但会维持外交对话 日本最新数据显示 出口额按年下跌8%至560亿美元 进口额按年下跌12%至580亿美元 进出口到中国美国韩国等国家都有所减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美国指控伊朗袭击沙特石油设施 伊朗总统鲁哈尼18号作出回应 沙特必须吸取教训 停止在地区发动战争 伊朗当天也发函警告美国 如果对伊朗做出任何袭击 那么伊朗将会做出迅速 严厉广泛的回击 鲁哈尼当天在政府会议上发表讲话 说沙特石油设施遭到袭击 是也门民众对于沙特发动侵略战争的正当报复 他呼吁沙特吸取教训 停止在地区的战争 伊朗总统鲁哈尼说 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指控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当天也做出回应 否认伊朗参与任何袭击事件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沙姆哈尼也表示 也门胡塞武装的武器都是他们自己设计制造的 和其他国家无关 另据伊朗半官方通讯社 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伊朗18号通过瑞士驻伊朗使馆 向美国发出正式信函 警告美国 任何对伊朗的攻击 都会遭到伊朗迅速严厉的答复 这一反应不仅局限于威胁的源头 还将涉及更广泛的领域 富华卫视李约正卡姆森 德海南报道 好 那么休息会回来 还要带您看到 在台湾郭台铭宣布放弃进逐大位之后 韩国瑜的支持度不声反降 第六届互联网大会 将于10月下旬在浙江乌镇举行 聚焦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在香港东铁县红堪站 星期二发生列车出轨事故 经过通宵修复 恢复通车 两岸消息方面来看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8号谈到索罗门群岛近日的决定时表示 美国没有资格对一个主权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做出与中国建交的决定 说三到四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国已从全世界178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中方对索罗门群岛政府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并从中国建交的决定表示高度赞赏 我们支持索罗门群岛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自主做出这一重要决定 国际社会 耿爽还指出美方是不是在干涉索罗门群岛的内政 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 美方如果真的关心太平洋岛国 应该多做有利于帮助岛国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时事 而不是动辄挥舞制裁大棒 粗暴干涉岛国内政 耿爽还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而在台湾2020大选的情势诡决 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弃选大位之后 最新民调显示 国民党大选提名人韩国瑜的支持度不声反降 仍然落后 现任领导人蔡英文十个百分点 而且支持国民党的选民 未必会把票投给韩国瑜 台湾2020大选 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弃选 选战回归蓝绿对决的局面 但最新民调显示 目前蔡英文以38%的支持度 赢过国民党大选提名人韩国瑜的28% 两人相差十个百分点 韩国瑜支持度比起之前略为下降 似乎没因郭台铭弃选而得力 他现在完全没有政绩吧 比较偏向负面的一些 一些比如说迟到啦 然后讲错话之类的东西 那可能一般人民观感不是特别好 他就是爱 爱讲这些不切实际的话吧 台湾就是台湾人民不是笨蛋啊 听就感觉得出来吧 所以就很直接的反应在民调上面 韩国瑜啊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肯为我们的台湾人民做事情 只是现在很多绿色媒体啊 然后都一直攻击他 他做得不好啊 实际上我觉得他做得还不错啊 明年大选同时也要改选立委 民调指出 有三成民众选择支持国民党 有两成五的民众支持民进党 不少选民支持国民党 却未必会把票投给韩国瑜 由于这个弃选不连数的 这个决定呢 才刚做完 我觉得还有一些选民要观察的时间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在之前的初选 或是之前的纷纷扰扰里 有所情绪 情绪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让韩国瑜提出他的看法 以及他是不是能做自我的调整跟改变 把这些选票争取回来 学者认为支持郭台铭的选民 偏向知识型和经济型 韩国瑜在提出更正常的 会换回支持者整合来赢势力 富豪卫视张绍兵陈文堂台北报道 国新版18号召开发布会 介绍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相关情况 第六届互联网大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 在浙江乌镇举行 大会与智能互联开放合作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华为阿里腾讯微软等企业均确认参加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刘烈红表示 目前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另外他还再次就脸书推特 封禁中国账号的事给出了回应 脸书推特等公司其实更有招数 前段时间脸书推特以散布假新闻为借口 封禁了一批发布客观理性声音的中国账户 但与此同时大量歪曲事实 攻击抹黑中国声音的谣言信息却大行其道 这充分表明脸书推特等公司的内容审核 其实非常精准 如果说要取经的话 可能找他们更合适 最近AI换连软件引发的隐私安全问题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刘烈红回应说 网信办支持新技术新应用的创新 但也会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防范风险 凤凰卫视高威叶博健北京报道 在香港东铁县洪堪站星期二发生列车出轨事故 经过通宵修复 星期三恢复通车 但是洪堪站始发的列车班次比平时要少 部分来往于广东和上海的成绩之通车也要取消 经过通宵修复 港铁东铁县洪堪站一个月台开放使用 事故中出轨的列车停靠在赞梅开放的月台 月台被围封 部分车厢的连接处用布遮盖 港铁表示经过修复工作 东铁县洪堪站来往旺角东站恢复通车 早上洪堪站来往罗湖站的服务维持七分钟一班 有每天乘坐东铁县上班的乘客表示 由于考虑到后车时间可能会较长 多预留了时间出门 港铁建议要搭乘东铁县的旅客预留更多的时间出门 或是改成其他的交通工具 而平日每天共有九班来回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乘际直通车 周三只有三班来往红堪及广州东的列车行驶 其余六班的班次需要取消 另外一班南行及一班北行前往上海的直通车服务取消 有原计划要乘坐直通车返回上海的游客 不得不先转往深圳再改成火车返回 麻烦了 很麻烦了 如果有影响我今天我签证一定要返回去 我本身坐红堪到上海 还有来香港出差的游客选择了火车票改签 在站内等候 本来十点多不是有一趟吗 现在只有坐十二点多的 那就只能在这等 本来来这里都可以坐了 现在要等两个小时 还是会有点影响的 那怎么样的影响 那你要赶时间还回去上班是吧 港铁表示受到影响的旅客 可以在三十天内到香港或内地的售票点办理退票手续 凤凰卫视祝贺 香港报道 好 那么下节回来还要带您关注 发改为表示 内地的猪肉价格正在趋于稳定 相信国庆节期间 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我们广告之后见 台经消息方面 猪肉价格暴涨持续受到关注 那么国家发改委发言人孟伟 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 近期内地的猪肉价格正在趋于稳定 相信国庆节期间 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那么发改委还首次公开表示 受到经贸摩擦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 就业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 影响的滞后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今年以来猪肉蔬菜等食品价格持续上涨 尤其猪肉价格近期的暴涨 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国家发改委发言人孟伟 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猪肉价格正在趋于稳定 从11号到17号的监测数据看 内地36个大中城市猪肉平均联售价格 日均涨幅为0.28% 比8月份明显收债 9月14号也就是中秋节第二天猪肉价格 还有0.22%的下降 国庆佳节临近 从物价走势分析看 国庆节期间 物价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 继续密切监测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变化 根据需要及时采取相应调控措施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在就业方面 孟伟表示前8个月新增就业984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89.5% 新增就业稳定增长 市场控求仍然基本平衡 但是孟伟数分钟关于稳定就业的回应当中 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论述 我们也注意到受中美经贸摩擦以及我们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 那么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 部分行业招聘需求有所下降 那么随着滞后效应的逐步显现 那么稳就业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另外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内地8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3.6% 增速比7月回升0.9个百分点 前8个月总体用电量同比增长4.5% 8月当月发改委审批核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9个 总投资689亿元 集中在水利能源等领域 凤凰卫视 霍维伟 有件北京报道 好 再来看来3D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互升股市连续两天下跌之后小反弹 白酒和房地产股领军上扬 但是互指在逼近3000点时遇到阻力 收盘上升0.25% 升成值则是上升0.31% 香港股市牛皮偏软 那么投资者普遍离场等待美联储公布议息结果 影响大盘缺乏方向 成交缩减 恒山指数收盘下跌了0.13% 至于台湾股市温和收高 加权指数收盘上升0.51%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上海在经济 社会 科研等各个方面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那么现在就带您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 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 70年来 上海的人均GDP从80美元发展到超过2万美元 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所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开放是上海的最大优势 站在改革再出发的起点上 上海8月20号公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芯片区 将会成为中国特殊的经济功能区 上海被赋予了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 将用更大胆的开放举措来面对新时代的变革 上个世纪出上海是远东地区的最大的一个都市 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上海就变成一个制造业的城市 21世纪上海又迅速的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个大都市 我们知道的就是普通开放 现在临港我讲数字化的一个核心含义 就要再造一个普通 第四次工业革命芳心慰爱 因为历史原因 中国错失了前三次机会 而事实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是中国当前迫切发展之路 在人才资金研发等各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上海 为此承担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任务 7月22日 上海证交所正式的启动 以注册制为试点的科创版 同时上海也积极的引路 特斯拉 IBM 微软等科技巨头企业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 中国的崛起在一些国家眼里被视为一种威胁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升级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也在增强 在这样的情况下 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在上海举办全球第一个 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 中国将主动开放市场 用行动坚定地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 技术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原有的全球治理机制 已经不能够适应发展的需要 中国想要用开放的姿态向世界表明 国际秩序的变革 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去改善和补充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将在11月5号于上海召开 目前报名参与的国家数量和企业数量 都已经超过了首届 外界认为 中国将用前所未有的开放力度 向世界证明和平发展的决心 富豪卫视 黄达亮和超 上海报导 918事变88周年纪念日 吉林省长春市社会各界代表 用默哀和向国旗宣誓 呼吁铭记历史 真爱和平 在防空警报声中 参与纪念活动的社会各界人士 聚集在曾经由日本帝国主义 扶植建立的维满洲国皇宫就职 在东北沦县市陈列馆前 纷纷助力默哀 神色严肃 即使是在中小学生稚嫩的脸庞上 也流露出坚毅的神情 默哀仪式结束后 在四名官兵铿锵有力的步伐声中 国旗被徐徐护送至会场 大家高举右拳 面向国旗壮严宣誓 为祖国之强盛 聚力宁 为祖国之强盛 聚力宁 民族的意识吧 就是民族国家这种意识 然后这是作为一个大学生 就是应该独为国家去做一些贡献 然后其次吧 就是个人一种的爱国热情 首先呢 我感觉是不忘国耻 因为中国那段去世的历史啊 每当想起来的时候 都是很心痛 现在中国强大了 更要居安四位 然后把那个 这种忧愤意识发扬下去 坐落在维满皇宫博物院内的东北沦县市陈列馆 通过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和文物 展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以此警示后人勿忘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纪念仪式活动结束后 来自社会各界的市民群众 学生代表和武警官兵们 先后在携有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背景墙上 签上自己的姓名 凤凰卫视 十一博 陈嘉龙 长春报道 好 那么新闻最后要带您关注天气的状况 把信仰交给气象主播王毅 明天的冷空气将会主要影响 内蒙古的中西部到青海南部 那因为甘肃的中东部 还有宁夏陕西 因为正处在这个阴雨当中 所以呢 这一次降温并不明显 到了后天呢 冷空气会兵分两路 西边的冷空气呢 是南下影响 四川 重庆 云南 而东边的冷空气呢 将会到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去影响 那对于北方来说呢 这一次冷空气啊 对最低气温的打压呢 是非常的明显的 城市当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方说像是在哈尔滨 还有沈阳 我们可以看到呢 明天这里的最低气温呢 分别是四度还有六度 那像是天津的最低气温呢 也是到了十八度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方 在冷空气南下之前呢 明后两天江南的南部 还有华南还会有小范围 炎热天气存在 而预计这一次冷空气南下之后 虽然说对降温影响不大 但是湿度的下降呢 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的身体感受呢 会明显舒服很多 不再那么闷了 好 更多天气 一起来关注一下 中国各大城市的这些预计 城市的这些预计 炎热天气室的这些预计 南京多云17-27度 南京多云17-27度 上海多云22-27度 武汉晴天20-28度 长沙多云21-31度 南昌晴22-30度 杭州多云21-26度 福州多云22-31度 台北阴24-28度 南宁多云25-34度 海口有雷震雨26-32度 海口有雷震雨26-32度 影响我们国家天气的冷空气呢 是从遥远的极地 北冰阳和西伯利亚发加的 暗级别呢 分为弱冷空气 中等强度冷空气 较强冷空气 强冷空气 以及寒潮 它常常呢和降温大风 甚至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一起出现 而实际上呢 在夏天也是有冷空气的 只不过呢和冬天的冷空气 有很大的区别 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温度 冬天南下的冷空气 最低气温 常常会达到零下10度以下 而到了夏天呢 这冷空气最低能够达到的温度 都是在20度 而且夏天来的时候啊 这风速也不大 所以呢常常会被我们忽略 好 更多天气 一起来关注一下 国外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